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能会将很多的设计把它夸张化 比方说它要为了彰显自己的设计理员 将中网做得特别特别大 然后为了车型的比例好看 将窗线拉得非常高 有这种跑车的卸行的姿态 这些设计的元素在这台量产车上面全都重现了 你看它的前脸是吧 这个前脸除了两个细细的灯 全都是中网 你看它整一块就可能占到了车头面积的90% 都是中网 然后用了这个菱形的格子的装饰的元素 然后这个大灯它是分体的 上面就是一个日间行车灯 然后包括转向灯 也整合在了这条细细的眯眯眼上面 真正的照明用的大灯 放在这么低的位置 但其实放得这么低 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如果它就算是近光灯 其实对头车看 可能也会有点刺眼 这个不知道 这个要我们日后去做晚间的灯光测试的时候 才明白 但是它这个灯放在这么里面的话 你看它这个照射的角度 顶多也就这么大碎 很可能它的侧方的照明 是不是特别灵光的 但这个也算是为了造型来去妥协的 那整个前脸看上去 就是很明显的 你看这个有一个好像闪电型的折线 如果麦凯伦要做一台HUV 我觉得它的外形的设计也不外如此了 确实看起来有一点点麦凯伦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然后侧面看到它的车轮超级超级巨大 用了一个24545R20的轮胎 那这个规格放到这样一台 大概10万块钱左右的HUV里面 很明显 整个尺寸是超斑的 这种轮胎的规格只会出现在 比方说像宝马的X5 或者奔驰的GLS这个级别的HUV上面 放在这个小车上面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但是这个刹车盘看起来就会有点显小了 但无所谓 因为这台20寸的轮毂应该是选装的 那我们的普通的车主买的时候 可能买到的是18或者19寸的版本 然后车身的侧面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腰线非常高 然后车门也用了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那前门的门把手是这种 可以自己自动弹出打开的 很多电动车都用了这种设计 然后后面的门把手 是将它的这个门把手就整合在了这块黑色的装饰块上面 所以整个车身的侧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 可以将它的所有的设计元素很好的重现出来 你看包括这一条的下面下腰线特别特别好看 就用这种光影的反射下面 能够看得出它的侧面的设计元素也是非常丰富 然后来到车尾的部分 其实这个车顶非常的倾斜 这种设计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主打年轻化的跨界车都是这样的 像我那台CXR 对吧 像这个马自达的6X4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溜背的造型 溜背造型有一个好处 就看上去很好看 而且也会能够降低风阻 然后车尾看到这个尾翼是两段式的 它不是一个一整块的尾翼 而是将这个尾翼中间破开 这个地方是它的高位的刹车灯 那说起刹车灯 其实这台车 你看它的尾灯 看上去可以亮的区域很大 但是其实它的刹车灯 就只有下面这么一小条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可以提升的地方 因为毕竟你总不能 对吧 这些位置全都是它的晚上的照明灯 刹车灯只有那么一点点 辨识度好像不是特别高 然后车尾的设计 其实也挺多的设计元素 你看这个四出的排气管 而且虽然你看它是个罩子 但里面确实是有两根的出气孔 所以你不会说在冬天的时候看到它有四个孔 只有两个孔在冒烟对吧 那它四个孔都是可以一起冒烟的 下面的部分有一点点参考跑车的设计元素 有一点点像扩散器 但是这种扩散器只是视觉系的 它如果真的要做到提高下压力的那种扩散器 它整个车底全平 对吧 那这样子这个地方才可以拉出一个真空带来 但这种它显然就是只是一种 造型的方式而已了 顺便也看看尾箱 像这种跨界的SUV尾箱的表现 通常都不会特别的好 那这个是一个电动的 那电动尾门开启之后 还是那个问题 它的可以用的高度不是特别高 别看它的常规的高度不行 它不行的是为了让第二排放倒之后 可以实现全屏 如果把这个盖板打开 里面还有一个暗格的 把三个背包放到里面去 完全没有问题 虽然说这个级别的SUV 大家买它不是为了空间 不过这个尾箱是够用了 那我们来看看车厢里面的空间怎么样 那相比起外形跟以前的长安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套内饰还是能够找到 现在的长安的很熟悉的味道 那它的布局各方面都跟现在长安是很像的 不过有一个细节我倒是挺欣赏的 就是这个挡杆 它是首先是电子挡杆 所以它把下面的这个空间 把它解放出来 所以储物功能非常好 而且现在特殊时期是吧 你放一点消毒湿巾 放一点这个洗手液 纸巾 口罩 放在这个地方随手拿得到 非常好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其实整个挡杆是跟旁边的这个功能按键 是整合在一起的 于是呢这个挡杆看起来的设计呢 就非常有整体感 不会说特别的突兀 那车机呢 是腾讯跟长安成立的合资公司一起开发的 所以这套车机里面可以用到腾讯系的所有的APP 包括听歌的QQ音乐啊腾讯地图啊等等 而且呢这个车机的操作各方面都不错 扩展的功能也有了 那语音的操控呢就是锦山添花的东西了 然后这台车也有一个无线充电板 但这个无线充电板有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它这一部分呢 如果被光照射下来的话呢 这里会很烫 再加上无线充电本身 这个手机的发热量也比较高 于是呢充电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这个太阳晒到这个地方呢 就尽量不要用充电的功能 或者下一个版本希望长安能够将这个充电板 放到能够遮阳的地方 比方说放到这里就挺好的了嘛 那其他的方面呢 其实这个车做的还相当的不错 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你看这个平底的方向盘是吧 那方向盘环也比较细 这边有一些打孔的皮 握上手呢还真有点奥迪的感觉 但是呢我是觉得这台车的内饰呢 它用这个拼接呢 红色的部分有点太多了 座椅红色OK 但是呢像门板上面这么大面积的红色呢 看上去就好像有点太俗气了 OK接下来我们去后排感受一下 好这个后排的空间呢 显然是为了造型呢 有一点点牺牲呢 牺牲的点有两个 第一个首先就是它的窗线比较高 对吧 所以呢我坐在后排 它的座姿比较低哦 于是呢我外往外看的视野呢 就不是特别好了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车的轴距 看上去数据还不错 但是呢因为它用了两个很大直径的轮子 所以呢它也牺牲了一点点的车厢里面的空间 所以其实坐下来呢 呃就觉得这个空间还可以 但是呢就不如同级别的 这个10万块钱左右的自主品牌的SUV 那么大了 不过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后排的体验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关键还是这台车颜值要够高 然后呢开起来好开就可以了 那这台车好不好开呢 现在去开开看 走 好了上路开之前呢 其实我已经做过一次0到100公里的实测的测试了 基本上能做出8秒出头的成绩做两个人 而且呢那个车已经反复做过很多次测试了 所以如果是车上面人只有一个或者说那个车还是冷车状态呢 应该做到7.5秒左右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明这个发动机还是相当的有劲的 而且这个变速箱的换挡的效率也还不错 实际上路之后呢 会觉得这个变速箱还是稍微会用更多的牺牲一点换挡的速度呢 来获取更好的平顺性 对吧 像现在我要加速踩油门 这个动力的结合的那一下呢还是能明显感觉得出来呢 动力稍微有点中断 然后呢才补回来的 所以这个算是现在的双联合变速箱的调校的调性都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大家呢只会投诉这个变速箱顿挫 很少会投诉这个变速箱反应慢 对吧 然后现在我在开一个相对比较快一点的城市快速路 大概七八十的车速 整体的隔音还可以 只能够听到一些胎照 但是这个胎照呢还是因为我们这套胎呢是一套MC6 算是强调性能一点的轮胎 所以呢有一些低频的沙哑的声音呢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前面这种路呢就是看上去很好 但是也有一点修补 那在这种路面上面呢 这台车的这个底盘呢 就会有比较多的啦 这个细碎的振动的动作 尤其是坐在后盘呢 其实会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这台车呢 用的是一个20寸这么比较薄的轮胎呢 会让这个振动会多一些 如果是低配车 也许这方面的表现会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 其实它还是可以把这个悬架的称套呢 用的再稍微软一点 就能够呢将这些振动呢 过滤的更干净一点 或者呢 让它再柔化一些呢 那这个底盘的调校的调性呢 会更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口味 但是啊 说不定现在年轻人 这个身体好一点 对吧 这个就比较经得住这个颠簸 也说不定 那总的来说呢 这台车如果是在巡航的状态下面呢 它不算是那种很佛系的性格 那等一下我们去找一台山路 看一下它在山路上面的表现呢 会不会也比较活泼好动吧 那开完高速呢 我们再把这台车开到一条山路上面 试一下这台车在山路上面的表现怎么样 那首先呢 是动力的响应呢 因为在上下坡的时候 其实对于变速箱的反应的要求是更高的 因为如果降胆降的慢的 上期不接下期呢 那这个车速呢就会节奏大受影响 那这个变速箱呢 在降档的时候稍微会有点犹豫 因为呢 我刚刚也说过了这台变速箱呢 它是用吸声换档速度呢 来去提升它的平顺性 所以在山路上面去开呢 你就必须要用它的运动模式呢 将它的变速箱呢 让它时刻处于一个 更加激进的一个档位的状态 这样子开下来呢 也节奏才会比较平顺 然后呢就是操控的部分了 其实这台车呢 你说它的转向的手感这些方面呢 沟通感相对还是比较弱一点 好在呢 这台车我们的试驾车用的是一个20寸的大胞胎啊 所以呢传递到方向盘上面的手感还不错 但如果是买那些低配版本的话呢 可能剩余的方向盘的信息呢 就会少一些了 底盘的调教其实刚刚在飞山路里面开呢 会觉得有一点点颠簸感过强 但是在山路上面呢 那这种转向的手感呢 就相当的不错了 整套悬挂能够很清楚的感知到这台车的 通过侧倾是知道这台车还有多少极限在手上的 不过这台车呢 它倒不算是那种非常有驾驶乐趣 或者说在山路上面能够玩得很欢乐的一台SUV啊 但是呢 就是你在过弯的时候呢 用一个中等的速度呢 还是挺有信心 信息量还是挺足的 而且呢 我们这台车用的是一套马牌的MC6的轮胎 当然它的极限非常高 在一个合法的车速下面呢 根本没有办法在这条山路上面能够开到这条轮胎突破极限的 但反正呢 简单来说这台车 你说有没有驾驶乐趣呢 它绝对不算是那种有驾驶乐趣的车 但是呢 开在山上呢 还是觉得挺写意的 所以综合来说啊 这台车呢 它的行驶方面没有那种非常非常惊艳的感觉 远不如它的设计给我的冲击感那么大 所以还是那样吧 这台车呢 它的主打的卖点呢 还是它的设计 包括它的颜值 还包括它车厢里面的一些亮点 但是呢 只要这台车开起来 我觉得没有露出特别多的短板 对于一些喜欢这台车的外形的人来说呢 那这个车还是可以放心买的 那很多人呢 会关心说 哎 这个车跟Icon怎么样选择呀 那其实这个车跟Icon的调性还不太一样 Icon呢 它还是比较偏向于一台传统的SUV 虽然说它的设计会比较新锐一点 比较新潮一点 但是呢 它还是空间啊 使用性啊 这些方面呢 还是比较注重 那这台车呢 走的路子呢 是更加个性一点 是更像一台 类似于CX这样的车的 所以用这个维度来去评判呢 这台车它没有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的竞品 所以这台车呢 看起来比较个性 不过呢 开起来它的内里呢 还是比较常规 比较传统的一台车 所以呢 也不用说担心说 啊 这台车长得这么个性 开起来会不会也非常的个性呢 不会啊 它的出品呢 一如既往的长安 一如既往的稳定 感谢观看